今年度衛福部进卓越社区选拔活动中 参与迎卓越组评选的社区圈过只有两个 我们竹山的富州社区就是其中之一 社区也用先准备参与实地评选 先议员友好也相信 他们这样的用心 能获得迎职卓越奖肯定 那这次南投县政府所提报的社区 那其中又属我们的富州社区 其实算是最受到瞩目的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富州社区 这次争取我们的迎职的一个卓越奖 他都能够顺顺利利 因为他也是我们社区的领头羊 那在这里再次要肯定 我们的陈超分理事长 还有杨丽娜理长 那我们看到大家将近一百多个社区的成员 一起来这边积极筹备这个活动 相信团结一心 能够感动到我们的卫福部的委员 富州社区加油 富州社区发展协会团队除了照顾地方民众 更带动许多面向一同发展进步 先议参门儿也认为 这样用心的团队参与评选 能够加基 那我们在此特别特别感谢的 我们富州的里长杨丽娜 以及他们的他的夫婿 我们陈超分理事长 在多年来对于我们社区的付出 努力与贡献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肯定他的用心 而且我们社区的志工 对社区的服务都不予余力 那我们再次特别感谢 所有的志工的一起努力 让我们富州社区有这般的憧憬 希望这次的委员能够给我们 富州社区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 让他继续为社区来努力跟付出 先议参与诺方也感谢富州社区的用心 造福了地方 祝福社区此次参与卫福部 金卓越社区选拔 他们在理事长的领导之下 这团队都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用心 项目很多 他们理事长非常的用心 把社区经营得非常的棒 所以让他们社区成长了很多 给他们选拔 希望能够有很好的成绩 议长何正峰对富州社区的用心经营 一直都是推崇备制 也相信这样优质社区参与评选 必定能够有亮眼成绩表现 为难头献真光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